科幻作品重新寄迷航到漫威 无处不在的喜欢描绘交织在一起的平行宇宙故事 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 事实上,现实并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 其他维度和磁地与比方之间的明显故障 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 因此,下面是一些最具说服力的例子 欢迎收看 今天我们将更近距离地了解另外两个平行宇宙的故事 这将让你对现实产生质疑 你是否想要找到答案 你是否经常充满好奇 那为什么不订阅我们? 获取更多类似的片段呢? 请点击订阅按钮 以获取更多发人申请的内容 今天的节目也是之前一期视频的延续 在那一期中,我们关注了奇怪的事件 比如塔雷德的男人的故事 秘鲁的马卡瓦西什林之谜 以及西班牙一条明显通往处的 无形六车道高速公路 然而,这些案例并不孤立 事实上,还有很多深深证明平行世界存在的证据 有些是人们窄眼之间的闪现回忆 但还有一些是陪伴着他们的主张一生的回忆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来自西班牙的莱瑞娜加西亚 莱瑞娜GARCIA 令人难以自信的故事 2008年,当莱瑞娜41岁时 他在西班牙的一个在线论坛上发帖 寻求帮助 因为他开始相信自己可能跳入了一个平行宇宙 根据他的说法 他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微妙但明显的变化 使他认为他一早醒来时 发现自己自身于一个与前一天晚上 完全不同的现实中 第一个变化是他的床单 他完全不认得是自己的 当时他感到困惑 但仍然没有怀疑即将发生的事情 他起床 按照惯例进行日常活动 然后去上班 但是,当他到达那里时 他发现他的办公楼里有陌生人 并且他的名字已被更换在办公室的门上 经过一番搜索 他发现虽然他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但他似乎被安排在完全不同的职位上 前一天,一切都如往常一样 但是今天,一切都变了 现在,莱瑞娜开始感到非常担心 于是他去看医医生 检查是否有任何身体异常 包括体内可能存在的药物或酒精 但医生给他开具了一个健康证明 表示他体内没有任何物质 然后让他离开 然而,事情很快变得更加奇怪 他的男朋友不见了 然而他得知他实际上仍然和前男友在一起 而他们几个月前已经分手了 他的整个生活似乎被重新输血了 莱瑞娜的家人中至少还有同样的人 但是还出现了更多的不一致之处 包括他的姐姐显然没有接受肩膀手术 尽管莱瑞娜清楚记得 他最近去医院接受了该手术 而且他的许多信息和邮件似乎也消失了 在很大程度上 世界的其他部分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这个人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虽然很难验证这个故事 但有些人相信他成为了现实中的 一个时间线差距的受害者 接下来是一根立民博主 名叫詹姆斯 李查兹 James Richards 他声称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个平行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Pito斯乐队从未解散 他的故事同样是在网络上发布的 他声称发生在2009年9月9日 首先 他说由于安全原因无法透露真名 然后他透露了他如何拥有一张 在这个现实中从未发布过的 Pito斯乐队专辑 根据他的叙述 李查兹带着他的狗 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的德尔普埃尔托峡谷驾车 他停下来休息 并放狗出去散步 然而 当狗开始追赶一只兔子时 李查兹追了上去 结果跌入了一个兔子洞 失去了意识 当他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头上裹着绷带 根据外面的噪音判断 他已经不再是之前所处的乡村地区了 不久之 另一个男人走进了他的房间 自称为乔纳斯 并感谢他的帮助 然后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他在哪里 他是怎么到这里的 他的狗还好吗 幸运的是 狗也在那里 并且一切都好 但是其他问题的答案并不那么简单 李查兹表示 强纳斯随后告诉他 他实际上只离他跌落的地方 几因此之遥 然而 那所房子和外面的城镇 以前并不存在 因为强纳斯还带李查兹 进入了一个平行世界 一个他强纳斯称之为家的替代维度 强纳斯随后解释说 在他的世界 平行旅行机器是非常流行的 是的 他们可能很危险 但他们也是被完全接受的技术 李查兹表示 平行旅行甚至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超越了太空旅行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这对人一起度过 包括一顿餐 李查兹说 除了紫色番茄酱 基本上和平常一样 然而 真正有趣的地方是当他们开始谈论音乐时 李查兹发现 在强纳斯的世界中 劈头士乐队仍然在巡演 这支标志性的利物浦乐队仍然完整 数位成员都健在 强纳斯也有一些专辑 大多是此代 因为李查兹说在这个维度里 试摆从未真正流行起来 其中一张专辑是 STT Pi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尽管李查兹记得这个著名封面 在某些方面看起来稍有不同 更令人兴奋的是 还有一些后来的专辑 在我们的时间线上 四批头士乐队解散后 李查兹以前从未听过或见过 他和乔纳斯显然一起度过了一些时间 听了那些后来的作品 最后 在乔纳斯将李查兹带回他自己的现实之前 李查兹声称他成功地偷走了一张后来的磁带 根据他的博客帖子 他的标题是 Everyday Chemistry 因此 李查兹上传了这张专辑 让大家都能听到 这是一张明显从未被发布过的 P头头士专辑 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中 它根本不存在 很快就有人指出 这些新曲目 听起来非常像一些 P头士成员的独上作品的混搭版本 但是有人提出反驳 认为这并不意外 毕竟 在一个略微不同的现实版本中 约翰 保罗 乔治和林哥可能会再次 有许多相同的创作想法 不是吗 你认为呢 关于这个奇怪的P头士故事 和令人不安的莱瑞娜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 他们都在现代奇异 还为自己始终占据了独特的位置 但他们真的可以作为 平行宇宙存在的证据吗 你认为呢 还有什么我们漏掉的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们 确保订阅并打开通知 以获取我们最新的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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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